新冠肺炎引發重症死亡 再添新案例 新北市亞東醫院收治一名確診孕婦 短短三天病情快速惡化 染疫母親和胎兒都不幸過世 孕婦他的免疫力在懷孕期間 其實是有受到影響可能比較差 所以一旦一個感染在平常 他或許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在懷孕期間 就可能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這是一名懷孕二十八週的孕婦 接種過一劑疫苗 五月四號高燒不退送醫後確診 院方給予沒有孕婦禁忌症的 抗病毒藥物和安胎藥物治療 但孕婦身體免疫力不足 搞少不退 五月六號早上 在病房內突然失去意識 病程變化快速 胎兒搶救無效過世 在五月七號凌晨 孕婦也不治身亡 孕婦我們要注意到 幾個重要的意思 例如你有咳嗽 或者流鼻涕 或者有發燒 你有一點點這樣的症狀 我們都會建議你去 買那個快篩的釋放 三十六週以後 就是週數比較大 懷孕的媽媽 她本身負荷就比較沉重 那你這個情況 你就趕快來醫院 我們會有一些隔離的病房 讓她在裡面先安胎 這起重症母嬰個案 病程進展快速 而以目前臺灣出現的 重症死亡個案來看 日前新北市兩歲男童 還不能打疫苗 四月14日確診 意識不清 高燒生命症 相不穩送醫 四月十九過世 死因是敗血症 合併 腦幹腦炎 病程進展快速 是罕見的兒童重症 另一名死亡個案是二十多歲女性 無慢性病史 接種三劑BNT 四月二十六號 發燒腹瀉 悚醫確診 五月一號 心事戰動 最終因新冠肺炎 合併拜血性休克 合併多重器官衰竭 不治身亡 短短六天 病程變化快速 病情急速惡化 讓醫護幾乎措手不及 幾乎是這極起罕見重症的共同特點 醫師提醒免疫力不足 或是高齡 幼童等高風險族群 自身症狀的變化 更要提高警覺 實施留意 今週的劉添 是瑞晨財務報道